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郎 这两天有点小变化 这两天除了南西世界以外又加上环岛军演了 反正就变不回正常去了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博客 这是一个关于这个 其实还是跟军演有关 这是来自于一个南美的一个学者写着博客 听咱怎么说 标题 中国环岛军演将真正形成常态化 8月8日之后继续会在当地进行持续性演习 中国公布 话叫做见 在近期因为美国制造的南西事件 导致了中国的怒火持续性的上升和发送 现在对于那个亚洲的小岛 中国方面已经不用再宣示自己的主权 而全世界已经知道它是这个小岛真正的主人 现在中国方面把这个小岛团团的围在自己的怀里 不断的举行军事演习 这一开始很多的军事学者说这是中国因为南西事件导致的怒火 只是三分钟的热度过几天就会凉热下去 中国人习惯都是这样 这个消息的新闻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是如此 中国互联网的网民关心的事件最多不超过三天 这叫三天半热度头 所以在中国人看来这件事三天以后就没的可说了 但是没想到中国方面近期又在新的东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本以为海岛周边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准备落下帷幕 但是没不久后中国官方公布将在8月8号以后继续进行新的环岛式的军事联合演习 这就说明这个环岛式的军事联合演习行动已经真正的形成了常态化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这个岛上包括其军事和居民的所有的日常生活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中国方面当然不会轻而轻易的动用武力去进行攻击行动 但是不断的使用自己的战机导弹无人机在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对方如果有一天真的绷不住在空中与中国的军队战机或者无人机进行了直接接触 就会造成摩擦 而一旦要是摩擦的话 中国早在南西事件爆发之初就留下了话 这叫做后果自负 那么后果自负是什么后果 不要忘记这一次环岛军演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在海峡的中间段 这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 可以看出来中国最后一手暗藏的手段就在这个位置 但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 中国方面就想让这个岛的周边的军事演习常态化 而且没有什么所谓的中间线没有什么所谓的禁飞区 一切都由中国方面说了算 化电航线 哎呀没办法吧 这个这个就是很难办的事情 啊这个既然你想要啊就给你嘛 你你要要我怎么能不给你呢 你要说要我能不给你吗 这什么什么电影里一台词 现在你就可以这么样了 哎我记得一个啊前苏联的老片前苏联的老片子 我当时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啊正中考中考了 呃一摩啊一二摩二摩二摩 那个那个片子四个多小时上中下三级四个多小时 这个我记得当时片子呢 那个那个演那个斯大林的那个人啊 有一句他的一个火车站那个光那个火车站里边啊 有一个讲讲话 他们想要歼灭战 好我们就给他们歼灭战 对吧啊 呃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说这两台词啊 这不违法吧 这不是什么关键词是吧 那个电影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啊 大家想一下啊 你知道可以写下了 好吧听听姐的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上个一个英国网友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持续的发酵 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快速的演旗息鼓吧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中国人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可以真的一次近距离的触摸到自己这座宝岛了 又一个英国网友 恭喜中国人 美国人送给你一个大礼包 这个礼包你可不能不收啊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英国老你们太幸灾乐祸了 我们还是五眼联盟吗 又一个英国网友 五眼联盟 没错 我们是五眼联盟 那么我想说一句 当英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你们美国人干什么去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们正在对抗中国呀 我们没有闲着呀 又一个美国网友 经济这个方面真的没有办法好帮 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 他不像别的安全性问题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看来中国真的在这个地区常态化军演了 而且所有的尺度距离标杆都是中国自己戳了算 我觉得这真是中国想要的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我觉得这一次小本子为什么不马上派舰队过去呢 你站在你干爹的前面 那都威武啊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这些该死的泡菜就想欺负我们 他们好像觉得挤压我们就有什么光荣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楼上的朋友不要再说别人了 谁让我们参与了这件事情 谁让我们要生年保卫那个小岛 好像这个小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又一个小本子网友 你既然想冲在前面 中国人当然不会放过我们 他们在东边的演习一定是目标对着我们来的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不会的 中国是在渤海地区进行演习 他们没说在东海地区演习 还是给你们留了一些余地和面子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应该明白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 该怎么想 该怎么说 又一个小本子网友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该怎么说 但是上面那些混蛋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 又一个小本子网友 我们的媒体在这个南西事件之前 就已经警告他们了 不要参与这件事 不要参与这件事 我们应该站在一帮 作为合适老 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很多的说话余地 在国际上展示我们的威严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不参与这件事 你就不是这个设施者 你就可以站在一旁劝驾 又一个英国网友 可是你们真的参与了 而且参与的还很靠前 还显出自己好像很有能力 又一个 德国的网友 可见这次小本子在决策层上 没有判断好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们完全是被这件事情蒙蔽了双眼 又一个谈这的网友 你们觉得小本子有多少战略头脑 他们的脑子里除了自己的小本子 什么都没有 又一个谈这个网友 虽然我不还喜欢中国人 我甚至很讨厌那些中国人 到处吵吵嚷嚷 但是我知道他的铁拳 真的不如忽视 又一个谈这个网友 对于中国来说 既然他把怒火向小本子喷去了 我非常高兴 这一点上 我说这一点上 我支持中国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这是最好的办法 总要在东亚地区 有一个替我们出口 替我们当做出气筒 那就选小本子 最合适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也是小本子自己选择的嘛 他愿意帮助美国在这个事情上体现出自己的能力 那你就体现吧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在南西其他几次拜访国家的时候 没有几个国家在这个事情上显露出自己要支持的事情 好像只有小本子吧 又一个谈这个网友 的确是这样亚洲朋友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向自己的干爹献媚 这个时候去献媚 干爹马上就跑了 剩下的就把他搁在这里了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那就增加军赛吧 我们也开始参加军队竞赛吧 又一个小本子吧 你想干什么 想遭到联合国的联合制裁吗 不要忘了我们脑袋上的那个帽子还没有摘掉 又一个谈刺网友 真是有自知之明就好 你们脑袋上那个战败国的帽子到现在还戴着呢 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 他不点头 你永远摘不下去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一点我觉得谈刺网友说的是正确的 因为在安理会里面 五大常任理事国各自都有否决权 即便是包括俄国在内四票同意 摘掉你的战败国的帽子 中国一票就可以否掉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这一点还是很聪明的 他想摘掉这个帽子 想都不要想 又一个亚洲网友 想沾掉战败国的帽子 那你就永远的在家里盖着被子 慢慢的去摘吧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看来小本子的日子现在真的不好过了 后面的日子恐怕还不好过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不会真的跟我们闹僵 毕竟我们离得最近 我觉得他们会不久后跟我们和谈 至少我们有通道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和谈的话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就是把我们骂一顿 然后我们贡献出一些利益 这样中国的火气就能消一些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这是一定的 我们必须要退让出一些东西 才能换来中国方面的日活转嫁 又一个谈刺的网友 小本子其实想的就是他自己 他根本不关心别的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这次的这么多的回复的讨论 你们好像跑一个主题了吧 又一个美国网友 其实有没有主题并不在意 不过我们可以说清楚很多事情 中国方面现在到处在瞪着两只红彤彤的眼睛 寻找着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又一个法国网友 希望不是法国 法国最好也不要过多的参与 我们这些日子连看这些消息都很少 一般连转发的机会都不多 又一个英国网友 现在好像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发达的 发达的中等发达的欠发达的 都不怎么去谈论美国的南西事件 即便是谈论也把这个事件当做一个中等话题来谈 又一个英国网友 所以现在大家都明白 中国到底在国际舞台上有多大的实力 又一个南美的网友 这就叫中国的实力 其实中国人在中国的内部是看不到的 你只有跳出来中国的所有的范围 你才能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多大的实力 又一个南美的华裔 在中国的国内很多人只能骂中国自己 而跳出来以后 你才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多么大的拳 拳头 一个亚洲的网友 的确是我们国内的网络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我们自己 但是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当他们有一天出去溜达一圈 他回来以后就不这么说了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其实中国人在国内有很多事情对国外是不清楚的 如果真的清楚的话 中国人早就改变了自己很多思维 又一个印度网友 这就是中国的封闭嘛 所以他们发展就欠缺 我们大印度是最开放的 所以我们的发展就超强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觉得现在中国方面应该 渐渐的消消一些火器 不要这么冲动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去劝 千万不要去劝 在这个时候 你就让他进行的发挥火器 知道中国不会真的丧失底线 他的那支枪不会随便的扫射 又一个英国网友 所以很多人愿意激怒中国 知道中国的手里的火枪不会随便的喷火 这就是大家对中国的具体了解 又一个英国网友 如果要换了中 如果要换了北边的话 我想没有人敢特别的去招惹他 他非常的不理智 又一个英国网友 对于中国来说 他必定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他做事一定会有战略规则 而北边可不是什么大型国家 又一个英国网友 在现在这个阶段上 还是让中国自行的慢慢的消除火器 最好 只要不谈这个事 不刺激这个事就好办 又一个美国网友 白宫已经开始向西西兰国去说服了 想拉着他对中国掀起一拨新的五眼联盟的攻击 这样的话 也许能转嫁这个事情的矛盾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个事情真的很难 因为西西兰国的很多产业和中国方面走得非常近 不久前他们谈论过这个问题 你想把他拉过去 或者让他挡在前面 不现实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中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很多事情的铺垫 想让让他主动的退去 肯定不可能 我觉得就得看着他现在一个人表演 又一个欧洲网友 其实有一个办法 但是我们不可能用 就是让俄国人劝劝中国 能不能劝得动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想了 俄国人怎么可能敢去劝中国 他现在求着中国 而且巴不得中国跟我们闹起来 就说到这了 最后一句网友的评论 恐怕很多国内的这个对俄不满的人士非常高兴 对 这就是他想的 好吧 这个不管怎么说 国家利益至上 有一句话叫说 利益 这个永远的 朋友没有的 对吧 没有永远的 对吧 这个是现实主义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会有个结论 有结论呢 也得看中国想不想要结论 中国想要什么结论 肯定是得由中国说的 好吧 就说到这吧 支持老王长安点赞三秒网上推荐 加上关注 谢谢大家